七八十年代的男生都流行穿上硬扭线条或格子的衬衫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年代的男生也喜欢戴着墨镜 还有还有他们喜欢把很多很多发油把头发出的悠悠亮亮的 那时候还有首歌非常的流行哦 男生都喜欢把这首歌唱给他们喜欢的女生听 所以我们的森林条选唱的就是刘文正的歌哦 刘文正是一颗巨星耶 因为当年呢在我们的这台湾的金钟奖 他就连续蝉联了三届最佳男歌唱 想当年呢他真的是分离了全世界的华人 而且呢很多人都喜欢很多人啊 都喜欢模仿他的唱腔 对很多人那边 OK好 这时候呢马上就来听听到底我们B1的森林帖 怎么全是这首阿美阿美 阿美 谁愿我是个穷孔的 人流藏的不怎么样 但是你要想一下 看看自己的张相 阿美阿美 阿美其实慢假装 我记得快发狂 今天今天你要老实讲 我是否有希望 我是否有希望 虽然我是个穷孔的 人流藏的不怎么样 但是你要想一下 看看自己的张相 是否有希望 虽然我是个穷孔的 人流藏的不怎么样 人流藏的不怎么样 但是你要想一下 看看自己的张相 虽然我没骑着羊帆 虽然我没骑着羊帆 帮你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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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陪我说看 帮你摆 摆 摆 谢谢 今天是都以着比较怀旧的造型出现 对 我觉得他们这样装扮都好可爱 好 我们来请小松老师来说一说 觉得我们这一组森林铁的表现如何 我觉得是表现得 非常的 好 尤其是主唱一开始那个铺成 他用一点比较R&B式的唱法 把这首歌 在早期来讲 在台湾这首歌其实不是刘文真唱 它是王猛林的一个名歌 我们讲的校园名歌 他可以改编到这样子 一种律动性极强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整个的铺排 整个的编曲的其实做得非常的好 那当然这个主唱还是 可能因为有点不熟 有一个小地方的拖拍是严重的 粗茶淡干 那个你自己很清楚了 那但是其他大致上的表现还不错 谢谢老师 谢谢 森林铁应该是突然间送一口气 对 刚才老师停顿 好 哇 幸亏 好 小剑大哥 我自己也觉得 这应该算是 这几场以来 这个森林铁最轻松的一次 所以有时候呢 并不是说高难度 或者是很多技巧 很难度高的东西就一定好 所以这次我觉得因为够轻松 那乐团很多时候就是要制造一种氛围 一种atmosphere 那你能够带领我们就是看得轻松 看得快乐 我其实已经是成功了第一步了 好 谢谢加油 苏志成觉得怎么样 今天我觉得今天的鼓手终于wake up了 对 今天你都有支柱这整个乐团 就是你都有当在一个是一个skeleton 但是今天我唯一觉得欠缺一点的就是 在那个bass guitar跟那个drama 你们的那个共识还不在 就缺少了一点点的那个默契 可是如果那个会大一点的话 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整体来说我还是蛮满意的 谢谢 谢谢我们的三位评审 好 如果你想要支持B1森林铁的话呢 请播1900-112600-1 或smsb1到7199